好啦,我們來看第二名好不好 就是接下來就234這樣下來 第二名,背景音樂要出來 公佈 是玉山排解包信用卡 他真的是 很厲害耶,他在2018年 2018年就已經是 我們大家覺得的神卡 那我真的很好奇說 那2019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再來辦一次就是回顧2019 到底這張卡片會不會是定義 我真的很好奇 網友票選2018年的 神卡第二名 這個是我們的玉山排解包信用卡 他總共拿到了72票 有72個人就是直接把這個名字打上去 真的很厲害 他的得票率是19%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共有19個人 這個投票率這個值得是蠻高的 2.5%的無限回饋 這個 刷卡回饋無上限真的很不錯 再來說 國外無腦2.5% 指定通路4.5% 又是萬次打卡 匯率好 而且全球通用 玉山中醫有一張能看的卡 而且初期墊費也算回饋 所以 如果您有在去年8月就有辦下這張卡片的我 其實 你拿他來繳墊費 還有水費 其實都是有回饋的 都很好 對 那從今年起的話 你繳墊費他就沒有回饋點數 這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呢 一樣還是可以做折疊 所以如果您身上有不少 就是PB的部分 我建議你把它拿來 折疊墊費 我覺得這是CD值最高的增做 因為 你拿其他的卡片角墊費 比如說就是 最少3.5% 但是呢 你的點數如果是免費拿到的 那把它拿來折掉 真的就好 再來 我覺得 無腦回饋2.5% 加上11月的時候 某些購物網 如某某的額外刷卡會 會買得利 並不會取消原本的信用卡 回饋 10月到11月的消費還可以從5月天的 演唱會的票 回饋2.5%可以其中點數 缺點還是 拍跟玉山期款入帳超快 假日也入帳 我覺得 那個 有點還不錯 就是 很多朋友就是他辦了玉山拍錢包信用卡 跟我這款之後 他沒多久居然就來跟我 領咖啡了 我就覺得說 哎呦 這個 怎麼速度這麼快 原來就是玉山銀行的勤款速度快 然後他的入帳速度快 給點數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就是 整個動能就是非常快 這還不錯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多多支持他們 好不好 多多支持玉山拍錢包信用卡 我下個月就送大家Switch好不好 真的很需要大家幫忙 如果你有親朋好友的家人 也想要 試吃手氣 想要可以抽 Switch 或者是我們在下一個月要送 300塊現金 然後換你給我這款 從10月到現在的每一個人 你都有機會中獎 好不好 這個我就是很佛心 不是只限三月份的朋友 是大家一起達陣 大家都可以抽 說不定你就拿到300塊現金 整個就回本 寶可夢 玉山給寶可夢 我就全部給你 就是這個簡單 JA 那個講說台灣大車隊可以用PB 可以用PB折抵 這個也不錯 台灣大車隊有4.5%回饋 很好 一本黃說 拍的通路 要 看常用的 像我很喜歡拿來 折抵路邊停車 現金亂拍 錢包支援的路邊停車 現實是比其他家制服還要多 對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開車主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這個東西來作結 也不錯 這也是很好的 這個通路 再來 看一下 有一個人講說今年中才發現這張卡的電費回饋2.5% 跟超商回饋 新戶刷卡又送800左右的PB讓我賺寶寶實在省了不少錢 這位粉絲他寫的這段文字有不少錯誤 來跟大家就是 糾察隊來揪一下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說卡繳電費應該是3.5% 那不是2.5% 因為你是用 拍錢包APD裡面做折騰 這個我有經驗 我都是拿3.5% 好不好 再來 新戶刷卡裡最高應該是 500 好不好 如果你有跟到特案的話 就是了不起很多 就是來知道多少 1000 應該沒有800這個數字 應該是 手刷888元 然後就送你500PB 這個 這個朋友就是我們要好好加油 這有些數字都記錯了 再來 2.5%回饋超猛 2018年最高的 希望可以一直有這樣的回饋力 其實 他應該把第1名也忘記了 第1名其實是這個 第1名那個就是5% 好不好 第1名就是我們國內是玩COCO COMBO卡 好不好 再來 不錯啊 給2.5% 現在常駐在錢包裡了 而且會很常拿出來使用 這樣子 有一個寫到說 國外刷卡回饋2.5% 很刁 無腦刷回饋2.5% 海外也是 很棒的回饋 點數入帳回饋 也快 完全是神卡 對 有一個人寫到說 毛可夢推薦一定要辦 這是真的嗎 就是 我隨便講一張卡片 你們真的就會去bomb 有這麼厲害嗎 當然我自己是澄清推薦的 就是說 有些卡片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但是有些卡片如果他真的是 全班位的卡片 我就很建議大家一定要入手 不管你是要拿下來收藏 或者是你真的要把它拿出來刷 都很棒 我們的Jerry講說如果常去全家 PB不怕用不完 大和講說 現在是一般消費就用 拍錢包信用卡 網購就用阿狗狗或華南或趙鵬 其實大家都還蠻經驗的 用這種方式就是 最不錯的選擇 無腦刷2.5% 當之無愧 小數點會四手五路回饋 所以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我建議你怎麼刷最好 就是 你拍錢包你如果刷個20塊錢 好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點PB 他這個回饋還不錯吧 但是你不可能把 你的刷卡消費全部都控制在 就是20塊錢 這有點困難 所以 這個是網路上人家去實測過就是 4.5%回饋 回饋 然後就是 算一算之後 其實是還蠻好的 你只要在全家刷 20塊錢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一點P 那不錯 聯邦雖然我很愛他 但是無條件的手去 所以聯邦銀行他算是 算得很精明的銀行 因此 你如果用他的回饋的話 像他的那個聯邦 我是不是2%回饋 他都是包含信用卡的免費 所以你就要拿現金回饋卡去刷 可以拿到比較完整的 2%回饋 這就是大家可以注意 那有人就寫說 有了這張卡 我就放棄聯邦偶數日的2%回饋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人在玩 聯邦偶數日的2%回饋 其實你拿這張卡就是 2.5%啦 所以真的還有人在玩 聯邦偶數日的2%回饋 可以跟毛澤夢分享一下 好 Mr. Book煌說 因為PB的回饋是4成5入 不是無條件的手去 對 就是這個樣 來再來有人講到說 雖然是2018年下半年突然推出的 但是國內2.5%回饋 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重點是保費2.5%真的是很棒 加上回饋的點數 可以折疑水電線真的是太棒了 對 大家都覺得這張卡就是 好棒好棒好棒 我就自己拍手這樣 好啦他也真的是還蠻省的啦 所以現在就是 我不管是上節目還是幹嘛 我首推就一定是推這張卡 因為他就是無腦刷 最簡單這樣子 對就是 就是無遺的 無庸置疑好不好 就算 玉山沒有要給我錢去做推廣 大家還是會去辦 就算玉山給我錢推廣 我還是會講這張卡片 沒了 好 所以我們 第2名的部分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在這邊